第28题 下列何者是利用反应时 因为反应物的温度 影响反应速率的实力 选项B 烤肉起火时 木炭敲成碎片 这个是打碎增加表面积 它是表面积的影响 所以B是错的 C选项 现象在存氧中燃烧 存氧就是所谓的浓度比较大 所以选项C是考虑的是 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关系 C也是错的 酸氧水加二氧化膜 二氧化膜是当做催化剂 所以选项株是讲的是 催化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这也是错的 只有选项A 牛奶放在冰箱时比较不会坏 因为冰箱的温度低 所以反应速率慢 所以东西不容易腐败 所以它才是了解 反应物的温度 对反应速率的影响的因素 所以第28题问我们说 哪一个是利用 反应物的温度来考量 对我们反应速率的影响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A 牛奶放冰箱叫不会坏